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高成长企业论 2021粤港澳大湾区邓林企业 大型系列专题报道 正在进行 1995年12月 上海开启了国内电子工业有史以来 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项目 909工程 投资总额达到100亿元 由上海华红集团成建 90年代到2000年 这是一个我国集成电路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在这段时期呢 我们就看到了集成电路产业 它是一个未来产业 上海当地应该优先发展的一个优势企业 由此奠定了 这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一个基础的核心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有一个昵称中国硅谷 在这里聚集了上海绝大部分集成电路相关企业 形成了包括设计 制造 封测三大环节在内的产业链 张江我认为是全国这个集成电路 发展最早 然后政策最完备 然后政府也最理解集成电路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正的是芯片的开发 我觉得应该算是全国的首善之地 政策 环境 所有人都综合在一起 上海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呢 那么第一个要素呢 毫无疑问是人才 那么上海吸引了国内外大量的集成电路产业人才 还在上海的各大院校 高校内培养非常多的接班的人才 2000年 张汝金带领300多位台湾半导体从业者 和100多位海归来到上海张江创办了中芯国际 这一批人才极大的带动了上海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当下 全球芯片设计10强中 有6家在张江科学城设立了区域总部研发中心 包括高通 博通 英伟达 超微 马威尔 展讯 截至2018年 上海集成电路从业人员超过16万人 半导体是一个技术资本双密集的行业 从世界经验来看 芯片两三年就更新一代 集成电路产业也需要几代人前扑后继的投入 它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 它要去拿到每一轮的这个募资 它需要一些更专业的 懂这个行业的一些顶尖的人才 来去帮助这个行业 在它能够创造自由现金流之前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实现融资的一个造据 跟上海这个地区它得天独厚的 张江高科技园区刚落成之时 已明确要做集成电路产业链 而后落户的一批企业也享受了土地补贴等方面的政策优惠 这些政策优惠在早期完成了区域产业的原始积累 大项目 大外资 落地张江 成为聚集要素的龙头 推动产业的规模化扩张 朱家伟表示 半导体是一个前期投入较大的重资产行业 需要与资本市场联动发展 上海这边的话 你其实你看到比如说包括像那个就是整个的一个产业基金的一些投资 那么它的这个联动性其实也比较上海上海半导体的这个投资基金 大基金它里面的一些股东 它主要包括的像上海国胜 联通 移动 烟草 国开 2014年 上海退出30亿创投引导基金 一定程度上为市场打了强心计 随后 上海为配合国家大基金计划 再次推出500亿元集成电路小基金 分为100亿元的装备材料基金 100亿元的设计基金 300亿元的制造基金 截至2020年 上海从事集成电路的企业高达700余家 集成电路产业销售规模达到2071.33亿元 产业规模占全国的23.41% 那么第三个因素呢 也是上海比较独特的一点 那么上海没有把这个技术局限于本市发展到范围内 而是使之迅速的扩大化 将这个产业辐射到了长三角地区 由此也带动了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协作 产业共同繁荣 长三角地区现在已经成为国内集成电路规模最大 产值最高的区域 今年上半年 新思想研究院发布了 中国大陆城市集成电路竞争力排行榜 在前十五强中 长三角地区占有六席 大湾区占两席 成宇地区两席 中部地区两席 金经济一席 东北地区一席 其中上海 无锡几身前三 那目前来看呢 在这个设计制造风策 那么在长三角地区呢 它都是非常完美 当然这个不足的是这个制造的能力 还有待提高 这个制造能力涉及到这个生产工具 我们一定要发展自己国产替代的设备 那么由此来补齐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一个短板 今年上半年 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链联盟接牌 对此 一市三省经济和信息化部门 还签署了联合开展产业链补链 固链 强链行动合作协议 当时 上海市金信委主任吴京成就表示 联盟的成立预示着长三角成立了一个跨区域的新组织模式 来推动产业链的补链 强链 固链 这将发挥长三角人才富级 制造业发达 科研机构活跃 市场潜力巨大等优势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级产业集群